正式宣布參選時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再度強調 兩年前買BNT疫苗有多難 前欄委蔡振元更在日前挺郭大會 這樣說 這些話似乎意味著 可以用選票來報答郭董的捐疫苗 善舉 但當時打BNT的民眾 真的賣單嗎 不會因為說打BNT 就一定會把票投給他 我覺得不一定啦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打的到底是誰給的 但如果可以告訴我的話 我就會跟他講說謝謝 網友也大酸 這是情緒勒索吧 感謝他跟選他當總統 根本兩回事 畢竟事實上 當時採購BNT疫苗 背後出錢出力的可不只郭台銘 而是由台積電 慈濟 以及鴻海跟永齡基金會 共同捐贈給政府一千五百萬劑 BNT疫苗 但現在功勞似乎全被 郭台銘攬在身上 國民黨話說得更強 捐贈疫苗是好事 但若成為選舉 拿來說嘴的事情 恐怕層次就比較低 選舉歸選舉 愛心慈善歸愛心慈善 而鴻海在當年發布的 重訊內容也提到 是鴻海和永齡基金會 共同捐贈五百萬劑疫苗 雖然鴻海支出約三十億台幣 但這是由董事會同意通過 郭台銘這時已經未參與公司管理 永齡則是支出約十九億台幣 這個部分則是由郭台銘實際之出 並非全部都是郭董自掏腰包 並不是說你打了BNT疫苗 就一定要投給郭台銘 可能他自己的想法比較 比較極端一點 雖然郭伴強調絕對不是打了BNT 就得還人情 但郭台銘頻頻在造勢場合 把BNT掛嘴邊 難免令外界質疑 當初的捐贈疫苗 是否真的無私無我 三人車黃村莫作卡台北報道